咱们仔细介绍一下仁爱礁这个飙车啊 这个仁爱礁飙车 这个中方海警用水炮啊 再次驱离飞方船只 飞方船只是被迫减速了 菲律宾在仁爱礁的碰瓷行动啊 现在咱们习为常了啊 我都已经现在对菲律宾这种挑衅啊 都已经开始觉得 蒋冰军开始 我觉得可以动 可以动一样啊 奏一样 10号啊 中国海警局啊 发这个公告 菲律宾非法闯仁爱 亲闯仁爱礁 说当天菲律宾三艘海警船 两艘运输船 未经中方允许 擅闯仁爱礁海域 为坐滩的军舰运输补给 中国海警依法对飞方船只 采取管控措施 并对其运输的食品等必要生活物资 做出临时性特殊专排 你这个食品啊 我给你放过去 你其他东西 实际就搜查嘛 说尽管我国海警的通报啊 已经把事情的起因经过说的很明白 但还是不能反映出 因为你讲嘛 不能反映出当时的激烈对峙啊 你这个白天的这个行动太激烈了 你现在说没用 这画面一给 那效果是立马起来了 这个媒体播了一段视频 早上七点半 菲律宾海警两艘巡逻船 巡逻艇啊 护卫两艘补义船 那你看四艘 另一艘大型巡逻艇 伴随 试图向仁爱礁坐摊的军舰补给 中国海警局出动是四艘直法船 在仁爱礁以东海域进行拦截 那看来就早准备吧 你出动四艘我也上四艘 而且对仁爱礁入口实施封锁 值得注意就是中国海警局这次出动的船只还包括一种刚性冲气艇 这个视频显示中方的两艘冲气艇发挥速度优势 就穿插到菲律宾海警卡拉延号巡逻艇航线前 飙方海警船被我方拦截后也不得不减速漫影 还记得之前菲律宾那个小的不义船 横切到中方海警船前面砰一下撞了 这次是中国的刚性的巡逻艇冲击艇 跑在你前面让你减速 就是你跟我玩快 你看咱谁快 飙车 那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还指控我海警在这次拦截过程中 再次使用水炮驱离飞方两艘运输船 由于呢 菲律宾方面目前只有文字表述 没有放出任何视频或照片 就是这个水炮现在还无法得到证实 后续咱们也要跟踪啊 那后来呢 菲律宾反应非常大 那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所谓的水炮 可能是是真的 因为这个菲律宾气得跳 跳脚骂娘啊 那说明真的挨揍了 当天中国执法船确实用嘎水炮 而且浇了 应该是给他浇了 给他洗个澡 更有意思的是 虽然看起来呢 这次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成功的向人埃焦水 坐摊的船送了物质 但是菲律宾的这个本国的这些老百姓不买账啊 就认为没有占到便宜啊 原因在于呢 中国海警局可以出动数艘执法船封锁人埃焦海域 菲律宾最多只能拿出两到三艘巡逻艇 与中方执法船对峙 如果菲律宾出动海军的舰艇 先不说他的火力和吨位不如中国海警船 到时候这件事的性质就会变了 就不是海警和海警 就是军方对军方了 先前菲律宾就曾尝试派一艘护卫舰到黄云岛碰瓷 结果遭解放军南部战区严厉警告 所以你要理解为什么菲律宾的这个老板 这个总统要跑到这个美军总部去干什么去 我不行了 你快来派船吧 派船你海军给我上 所以你说这不要摊牌吗 美国现在对于菲律宾非常关注 就是中非双方在仁爱礁黄云岛对峙 他们认为是一个灰色地带策略 就在维持不擦枪走火的前提下 中方通过展示海上执法力量 以低烈度方式实控南海岛礁 所以这个他认为 美国智库认为中方是占便宜的 中方展示自己的海洋控制能力 这就是谁你不闹 谁也不知道中方的海上能力 包括台湾人也不知道 现在看到了吧 中方是可以在整个南海控制 包括东南亚 你说多少华人不了解中国海军能力 今年10月菲律宾船只强闯人爱交互过后 美国兰德公司就做了表态 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灰色地带策略 还没有达到极限 中方海警船完全可以登上飞方船只搜查 拘留非法亲闯人员 甚至建立永久封锁 发射实弹警告 这都符合国际法 说中国牌很多 菲律宾也是同样在使用灰色地带策略 与中国博弈 但相比于中方的游刃有余 菲律宾手段已经用尽了 如果有人观察菲律宾海外警队 到今年在南海岛礁上碰滋 能发现菲律宾的手段无非就几样 在海上冲撞中国支把船 然后通过曝光 在国际舆论中卖惨 装可怜 这种可怜现在看巴勒斯坦可怜 但没用 该被杀就杀 该被埋就埋 大家想想实际道理 台湾人也一样 你在这教会有什么用 中国人一百多年 跟你台湾人没有攻阿哥 我们杀你的时候 你想想 我们导弹杀你的时候 我们连看都不会看 那不就是一下子一片黑 变成灰了 蒸发了 咱也不知道那帮台独仔叫嚣什么 杀逼 那今年九月 我国智库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 计划就是说 美国煽动菲律宾 侵蚀中国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势头 不会改 就是他会走向一个长期灰色地带 对抗 这么一个局势 咱们讲了 小马斯要跑到美军司令部 是吧 是依旧在对中国摊牌做准备 咱们讲了 他现在如果再继续玩就没意思了 很显然中国比他强 现在玩到现在所有人都看明白 中国比他强 所以你再玩下去自己记住 那怎么办 升级就在军队 军队菲律宾不行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美军来上 日军当然要等美军来 日本 韩国 英国 也要上 肯定都要等美军来 所以菲律宾现在急了 美日现在三艘航母就在菲律宾海 在演练 所以你就理解为什么菲律宾现在在闯 实际就是在展示自己的实力 背后有靠山 美日三艘航母 但是咱们想想 咱们讲解完上一期以后 你想 这三艘航母是什么 像不像中国的人质 中国已经把这三艘航母给牢牢的掌控了 那么很显 现在五国在逼近南海 菲律宾是狐家虎卫 而且公开要求中方离开仁海礁 南海局势升温 这刀索当然就是菲律宾了 现在又引了五国要在这演习 可以想象菲律宾现在狐家虎卫 可能已经是着了魔症了 他认为自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 就跟那乌克兰一样 实际非常惨 所以所谓的菲律宾的 西菲律宾海国家特检队 就是菲律宾船只在10号 受到中国海警骚扰 飞方仍然完成对坐滩军舰补给任务 这里边讲的就是 中方把这个吃了喝的让他送回去 飞方的所谓西菲律宾海就是南海 飞方说圆满完成补给任务 这都脸都不要了 这简直颠倒黑白 不仅如此 还要更令人愤怒 菲律宾驻北京大使馆向中方提出抗议 表示 菲律宾要求中方船只立即离开任爱礁附近海域 不得不说 这个脸皮还是够厚 飞方只能说这样话 就是已经把任爱礁当自己造交了 咱们现在没有必要跟他争这些东西 实际就失控 目前看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 他现在菲律宾的唯一做法就是去拉美军下场 现在看这件事如果拉美军下场 那就正是坦白 中国倒不怕 就不怕你美军不来